被誉为世界三大宗教盛世之一的大假妈组绕境活动 原本预计在3月19号要起假 但是因为受到了新冠肺炎疫情的影响 决定要延后举办 不过现在因为国内已经是连续29天本土零确诊 大假妈何时能够恢复起假绕境 也再度的引发讨论 这栏光表示因为现在天气很热 要再等两个星期之后 试疫情的状况来开会讨论 不过中央流行疫情指挥中心 指挥官陈时中就说了 目前他还是不赞成 这么快就恢复绕境 信众来到镇兰宫参拜前 首先必须量体温喷洒酒精消毒 庙方工作人员还得做好人流管制 防疫期间处处小心谨慎 不过现在疫情似乎稍稍趋缓 信众就关心大假妈 什么时候可以恢复起假绕境 等这几星 我们也会跟疫情中心专业来做研究 我们也可以去抵折 妈祖部来出发 郑南公副董事长证明 捆很明确的回答 两个礼拜以后会是疫情状况 再来开会讨论 当然最后还得拔 不会向妈祖请示 那现阶段民众怎么看 有鉴于中华职棒在8号举办全球第一场解封比赛 信各国媒体关注 而被列为世界三大宗教上市之一的大假妈祖绕境 目前成型的机会高不高 疫情指挥中心以防疫专业角度建议不可行 由于大假妈绕境 一下就是好几万人参加 天数规模与人数都比职棒要来得大 怎么做好安全距离其实有难度 看来大假妈绕境要恢复 真的要在等一等了 接下来我们东山 太重不道